我覺得對習近平來講 當然統一台灣是他最重要的一個歷史使命 其實他沒有辦法完成所謂的完全的統一 我相信他一定希望在這個統一的進程中 大步的一個推展 我想支持習近平對他自己的期許 以及他在整個談話過程中 非常明確的一個宣誓 那北京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現在採取幾個策略了 那第一個呢 就是在國際上完全能夠掌握北京的主動權 也就是您剛剛談到的遏制外部勢力的干預 那遏制外部勢力的干預了 非常重要就是打國際戰 那在國際戰裡面呢 他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所以他堅持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 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其實沒有所謂台獨的問題 沒有所謂台獨的問題 今天兩岸還是一個內戰 一個所謂的政權之爭 我想他是外界的 他不容許外界的干預 那剛剛魁柏也談到了 蔡英文政府上來以後 其實邦交國現在只剩下的十二個左右了 那在國際上 其實臺灣是受到了重大的一個挫敗 那這個重大挫敗看起來是沒有辦法再利轉 沒有辦法再利轉 所以他在國際上 他會持續地給臺灣施壓 我想這是一個對外部來講 那第二個就是兩岸的關係來講 那我想他採取的策略他也講了 他以前是所謂的反對台獨 他是堅決地現在要打擊台獨 那打擊台獨我們剛才談到了 以前談到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都認為是比較客氣的話語 但這一次不太談兩岸一家親了 那甚至在傳出來說 這次的兩會期間 他會不會再通過一些相關的一些新立法 包括這個反分裂國家法的四行細則 如果這個四行細則一旦通過的話 就代表他對台獨分子再往前再邁進了一步 因為我們今年看到在一月份 我們選舉完了以後 其實當時的外交部長王毅他就說 台獨必將受到歷史和法律的嚴懲 那這是王毅所提的這個法律的嚴懲 那極有可能就是他們在反分裂國家法 會在四行細則 如果這個四行細則一旦通過的話 那絕對是對臺灣的內部一個巨大的衝擊 也就是他更大的一個法律方面的依據 所以北京現在的策略就說 他要推動統一的進程 但他更重要的是掌握統一的戰略主動權 那戰略的主動權我剛剛講 一個是對外一個是兩岸 那對外我剛剛講就是繼續在國際上壓榨 繼續在國際上遏制台獨他活動的空間 那對內了就是遏制台獨在臺灣內部 他發展的這麼在一個空間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整個一個進程 現在並不是推動統一的時間表 而是先排除外面對兩岸統一的所有的干預 然後在內部運用大陸經濟的實力 運用兩岸之間的交流 運用臺灣整個支持統一的力量 全面性的攻擊 全面性的出擊 所以你看他裡面還有一個講的 就是對台工作他將來要採取合力 合力這兩個字也是第一次出現要合力 這個合力就包括外交 內政 經濟 所有方面打組合拳的方式去對付這些台獨 我想這是北京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訊號 我們看到在3月1號新出版的求是雜誌當中 其中發表了習近平的中央文章 他的標題寫的是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 全面發展協商民主 我繼續要追問的是張老師 因為這是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2月到2023年6月 重要的談話節錄 我就來談一下 念一下他其中的幾段重要 包含了文章當中有指出 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跟政治協商制度 堅持黨的領導 其中也提到要全面的發展協商民主 協商民主是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老師其實呢在對於台灣人民來說 講到中國大家想到的是共產黨 但是呢對於這個習近平最新的重要的文章 全面發展協商民主出現的民主兩個字 這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先要介紹一下求是雜誌 它其實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 他們的一個機關的一個雜誌 所以也是由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黨校 他們就負責出版 所以它是中國大陸 它的所有的理論方面的前沿 也就是從這本雜誌可以了解到 中國大陸它所有的治國的理念跟邏輯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份雜誌 那這一次刊登了習近平先生的談話 他是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二三年這段時間 習近平總數據針對相關談話的一個 整個一個結錄 所以從這邊談話就非常瞭解 整個中國大陸他所謂的民主 他到底意涵是什麼 那這一次用的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不是這一次用 其實很早又有用 就所謂的協商式的民主 協商式的民主呢 我們有時候把它叫做一種協和式的民主 當時用語的不同 它的英文就是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那這個用語呢 在西方跟這個中國大陸用語 同樣一個名詞 它有點不一樣的概念 這個名詞呢 在荷蘭的學者 Lip Harter 他所提出來的就是 協和式的民主 或者協商式的民主 他這個是針對什麼 針對一些比較在種族語言 或者生活上有分裂的國家 像我們都知道嘛 現在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投票就是 全台灣一起投票 對不對 可是有些國家呢 他語言上有分裂 種族上有分裂 比如這就是一種協商式民主 他們投票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呢 彼此之間呢 都是透過協商的方式 而每一個代表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否決權 也就簡單來講 他是透過 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 而是透過相互尊重 彼此之間的差異性 來共同來處理政治的難題 也就是重點在這個協商兩個字 而把民主呢 擺是協商的一個結果 各位 並不是完完全全 少數服從多數 那這個主張呢 其實現在在歐洲聯盟裡面 也是普遍的被採用 歐洲聯盟 因為來自於不同的國家嘛 他們一些相關的會議裡面 他也採取協商制 就是互相強調互相的討論 尋求什麼 尋求一個共識決 那盡量避免什麼 盡量避免少數服從多數的 多數的暴力的方式 這在歐洲聯盟 現在也在開始採取這種方法 好 我想這是一個 整個歐洲方面 所謂協商民主 那中國這一方面呢 他也接受了協商民主這個精神 也強調我們的全面民主 他這個全面民主 包括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 這是為什麼 這是針對中國傳統上 你知道我們中國傳統 在中國文化上 有所謂的彭黨之爭 有所謂的黨爭 那這個黨爭呢 就是造成社會上 相當多的分裂 跟社會相當的不安 所以在整個中華文化裡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就是所謂的協商 我們大家尋求共識 相互的討論 而不是動不動的 就大家要表決 大家要用吵架的方式 所以協商民主 到了中國這一方面呢 我們的中華文化裡面 就是鼓勵大家坐下來談 來討 而不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 那中國共產黨呢 在這邊他就說 我們要形成一些 共同的共識的過程中 包括什麼 他說用一些 我們想一個高大上的講法 就是天下為公啊 兼容並序啊 求同存異啊 就是整個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大家一起共同來討論 那在北京方面來講 他們希望這個協商呢 包括幾個層面 比如說政治的協商 政協之間的協商 人大之間的協商 各個城市的協商 社會團體的協商 也就是在這個國家裡面 各個城市各個社會 大家盡量的多坐下來 討論尋求一些共識 那可在政治方面 在中國大陸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共產黨領導 而共產黨領導 當然這在西方的 所謂的協商是民主 就沒有說哪個黨領導了 那中國大陸是共產黨領導 那還有所謂的八大黨派 那八大黨派呢 就是不是中國共民黨 但是他跟中國共產黨 一起來共同治理這個國家 所以站在北京的立場來講 他講的民主 就是我們講的 北京講的民主 就是一種協商式的民主 而怎麼樣把協商做好 怎麼樣能夠照顧 各個層級他們的利益 而不是一個少數的一個暴力 這在某種程度上 成為他協商是民主 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所以這一次習近平 習近平總書記 他在整個《求是》雜誌裡面 把從2013年到2023年 有關於協商的民主的時候 做一個綜合的一個整理 也就是呈現出 他的一個基本精神之所在 也就是要對外去強調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 所實行的民主 他有他的特色 就是你可以說是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個民主型態 但是他把它定位 才叫做一種協商式的民主 而這個協商式民主 是為了照顧更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所 但是他跟我們西方 他跟我們整個全世界 唯一剛剛講的一個差別 就是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那這個東西其實 站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裡面 也做了一些解釋 孫中山也強調 比如說我們國民大會 也強調所謂的協商 協和的重要性 但是孫中山把一個黨的領導 把它定義成叫做 殉政時期 也就是從軍政時期 到殉政時期 在殉政時期的時候 因為整個的民主還不夠普遍 所以這個時候由一個黨 來做為一個領導 可是當這個過了這個 殉政時期以後 走向這個 憲政時期的時候 就是各個黨派 那大家還是要有協商 還是要有民主 可是他就不是是哪一個政黨 而所謂的主導權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中國大陸 他現在講的協商的民主 他已經做得非常的成功 可他這個特色 就是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 這是一個大家去觀察 他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好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楊老師 我順著剛剛張老師所說的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 它的協商民主 其實是也融合了中華文化 傳統的理念在裡面 那這個部分跟西方的國家治理 其實是相當有很大的差別的 政治制度剛才張老師講得很清楚了 那經濟層面呢 其實我來補充 尤其是現在的中美對抗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這種抨擊 就是說你要結構性的改革 那美國的出發點就是這種 所謂的自由主義 或者我們叫新自由主義好了 在經濟這個制度上 也就是你要完全的減少政府的介入 這個當然就跟從經濟到政治 其實一個主軸 也就是你政府的角色 到底在政治跟經濟當中 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中國大陸這樣的角色很清楚 它是共產黨專政 它是計畫與就是說 私有制度是同時 因此他把這整個叫做一個 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那現在看起來 這一陣子大家都在唱衰中國經濟 但我覺得那個是背後有一個用意的 那可是如果你放不要太長的時間 過去20年甚至30年 美國的經濟跟美國人的生活 過去2030年之間 在他的民主選舉制度 跟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當中 這沒什麼變化 30年前 我剛從美國念書回來 現在的美國生活一樣 也沒什麼高鐵 然後呢這個貧富之間的差距 反而是更嚴重 那當然一般人生活維持的就是 有他一定的滿足 大家生活的重點都在運動 對政治越來越疏離 那政治呢 不斷的就是一些老人 可是在中國 你30年前跟現在 是不是 你光看經濟層面的這個變化 你就覺得這個世代是一個 不只是中國歷史 人類歷史上都很少見了 那政治上呢 其實還是一個維持 剛才張老師所提到的 在一個政協制度之下的協商民主 可是是由共產黨來主持 主導專政 那這個制度其實就是他 所建構的 一方面是一種計畫 一方面是一種私有制 一方面是一種專政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你看到 各種的人民的 這種就是生活 協商民主下的 就是這些政治上的 這個權益 其實我覺得跟30年前 是有很大的這個不同 那你現在一定要去比較 誰優誰劣 我們如果單求經濟的層面來看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文化在不同的階段 都有它的特殊的制度 會呈現出來 那它也都會呈現有機式的 這種去融合去變化 那它也必須要去回應 它所在的這個國際的環境當中 因為它並不是單獨一個 就是閉關自首的 那國際的環境也會有一些 不同的這些刺激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在現在中國大陸面臨到的就是 經濟上的持續的突破 然後呢 政治上在反貪以及效率上 如何能夠持續的滿足 人民的生活跟經濟的發展 那當然所謂的就是說 西方不斷的批判的這種 中國經濟就是必將衰敗 甚至呈現日本式的這種發展 我覺得那種就是 認知戰其實可以不用太過於戰意 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黃老師 就是兩會呢 全國人大跟政協會議 3月4號5號在北京召開 那麼兩會呢是窺見 中國對台政策主軸的一個機會 那今年是不是會有一些 特別的新的動向 尤其是在接下來5月份 台灣新的領導人賴清德 即將要就職 那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兩會會成為了 北京對台政策的重要的觀察期 這個兩會在過去 如果是在台灣政局的關鍵年代 譬如說2016年 蔡英文要上台了 5月嘛正好也是5月 所以這個這時候兩會 往往她的這個在設台方面的 被關注度就更高了 甚至包括習近平 他也親自會在裡面發表 針對台灣的講話 是他有下團組去發表 他的對台的談話 對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說 兩會雖然說他不是 中國大陸這個政府的執行機關啊 但是呢他卻是一個 正好在時機上面 通常都3月啊或是多少 然後正好又是一個 又是代表人民的聲音的一個場所 以中共的政治設計來講 所以習近平在那邊發表了 對台的講話 當然很多人解釋說 那就有一個一錘定音的作用 那確實也是啦 其實不管習近平在哪裡講話 只要是設台的 往往就會受到很大的關注 那這一次的兩會 在3月4號召開之後呢 在牽涉到台灣或者是 所謂的這個兩岸統一方面 確實有些人在講說 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法律的制定 因為像中共的高層官員 剛才像張老師也提到了嘛 這個如果台獨啊 會受到了法律的嚴厲的制裁 那法律的嚴厲制裁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會有新的法律 甚至有人說叫做反台灣獨立法 我也看過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可能 有可能是有新的立法 對這個可能 但新的立法我個人覺得可能性相對小 那如果叫做反台灣獨立法 那可能性更是小到不行 因為你知道另一個法 對對你的這個政府來講 是有一個行動的一評 可是呢這個法也是對你行動的限制 也就是說我今天遇到這個情況 我本來有我的政治裁量權的 可以做可以不做 可是法律定死之後 人家就會拿這個法律問你說 你為什麼還不做呢 所以定那個所謂的反台獨法 類似這樣的法律 到底對中共未來行為選擇上面 到底是好是壞 其實我看是眾說紛紜 從一個這個執政者的角度來講 我相信他們有時候也不希望 處處礙手礙腳 他要有一定的政治的裁量權 好那法律上的制裁還有什麼呢 當然也有人說是這個 反分裂國家法裡面的施行的細則的細節 這個當然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剛說過了 定得越細 中共在某些特定的情境 他就必須要有所反應 有所反制 那這個到底中共需不需要呢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因為賴清德還沒有上任 還沒有上任 所以或許中共他其實講了說 台獨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那個法律指的就是 反分裂國家法本身 因為反分裂國家法 它又有法律的這個源頭 但是呢 它又沒有給中共限制了太多 它的這個行動的選項 而且反分裂國家法 各位應該記得 它裡面提到就是說 對於統一國家的方法有兩大類 一類當然就是和平統一 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和平的手段 那什麼時候採取後者 就是非和平的手段 他說當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的時候 所以台獨那就是和平統一的條件喪失了嗎 現在算是已經瀕臨這個條件喪失的情況 如果賴清德繼續在往這個懸崖這邊推進的話 那當然對北京來講 因為說實在 當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的時候 這個也是由北京當局他自己主觀的認定的 其實已經給北京很多彈性了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反分裂國家法放在那邊 就已經對於那些想要躍躍欲試 譬如說賴清德這個可能是更想要推動台獨的 一個未來的領導人 他們可能會希望賴清德往台獨方向走 那北京這個反分裂國家法放在這邊 而且話講得清楚了 你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麼我想賴清德應該沒有昏庸到說 連這些話都聽不懂 那他就會想到說他往台獨的方向前進 特別是如果上了大位之後 還往台獨的方向前進 那麼北京會採取什麼反應 北京話已經講在前面了 而且這個話我在第一節講過 其實也是講給外部勢力聽的 這外部勢力最主要就是華盛頓 華盛頓如果看到北京它的決心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堅定的時候 我相信華盛頓不只是要勸北京不要那麼衝動 而且華盛頓一定會跟台北講 你給我乖一點 那這個時候那自然台獨的可能性又會被降低了 老師我繼續要追問你 就是說剛提到說這個如果是在兩會有修法 那針對於反分裂國家法的施行事則做了修法 那這個部分跟香港的這個基本法二十三條 有什麼樣的不同 香港的基本法二十三條 它其實是把危害這個國家安全 這國家當然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危害國家安全的這個條件把它定得更細 定得更細 裡面它很清楚地寫到說哪些事情 包括像洩漏國家機密還有顛覆政權等等的這些 它應該又增加了新的五項的罪名吧 讓它也香港的這個基本法二十三條 目前的草案也很清楚地講到說 香港的政治團體不能與外 境外或國外的政治團體有所接觸 當然這是草案 香港的這個立法局等等 他們還在蒐集相關的意見 那這個說實在我個人會覺得二十三條 有些是還要在限縮的地方 因為香港人民的自由 其實包括了政治團體跟外國政治團體的接觸 這點我覺得是非常可以的 包括他們如果討論是民主 為什麼不可以 但是呢在二十三條其他的包括什麼 要不能洩漏國家機密啊不能顛覆政權等等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只要香港它的法律的制定 跟國際主流的制定是一致的 我覺得其實應該不是要從條文的解釋 不是去挑它 而是在條文制定之後 到底港府怎麼去執行這個條文 是不是給人家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 如果是的話當然港府必須要檢討 必須要究責 但是如果沒有呢 說實在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政府跟人民的互信 所以外界我們在香港之外 也只能希望香港在基本法二十三條通過之後 能夠按照國家安全基本的需求去執行的二十三條 而不是把它無限上綱變成給人民加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那至於這個反分裂國家法如果有這些所謂的施行細則的話 我想它不可能細到說在什麼狀況我要派解放軍到哪裡 不會到這樣的程度 它的施行細則可能就是只是把一些所謂 我估計是把這些類似台獨的條件把它寫出來 針對台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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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會加一個或其他什麼類似的情境或因素等等的 那當然哪些是針對台獨的條件 我覺得過去在台灣的政府包括陸委會的主管有時候裝傻 他說不知道台獨的這個條件是什麼 那如果這施行細則把這個細節寫得清楚一點 但是還是保留一點彈性的話 那麼這個當然是對台獨另外一種遏制 那當然我也必須講說這個在台灣現在的蔡政府 未來的賴政府就必須要想清楚 不管是這種去中國化的政治動作 或者甚至偏向法理台獨 一直講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 這樣子偏向法理台獨的動作 我覺得他們必須要再三的考慮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CTI-798 CTI-798